下雪了下雪了 真的是太少见了 生火之前一定要注意观察 说不定里面就会藏着一个小可爱 大家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东西应该每个地方的叫法都是一样的吧 这一片要吃好久了 刚刚就是这小伙子在叫 原来他在这里面藏着 还带着他两个老婆在逛街 呀子 我是不是打扰他们约会了呀 看到我走过来跑了一个 还有两个 这小伙子好像不是很怕人的 你好 这优美的小步伐 打个招呼呗 别着急走呀 他好像有点想和我干架的意思 这家伙 跑了 对着我吼了一嗓子就跑了 什么意思呀 找他老婆去了 咦又见面了 你该不会再跟踪我吧 你该不会再跟踪我吧 过来伙子给你吃点鸟粮 要不要 跟着我跑过来给他吃的他还不吃 而且他还把他两个老婆都带过来了 这小日子过的 简直达到了鸡身的巅峰呀 又跑到山上转了一趟 发现一个器用的鸟窝 里面还有鸟屎 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现在应该没什么用了 又在这里面发现了一个 不过现在已经过了繁殖期了 里面应该都是没有鸟住的 就这么几棵小树 就发现了两个鸟窝 看来咱们这生态环境还是挺好的 天快黑了 这几个鸭子也回来了 这些鸭子也是很神奇 早上组队出去玩 到了下午天要黑了 他就组队回来了 有时候还会跑到很远的地方去 但是他也能找到回家的路